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一看封面内容提要 一看处理意见 再翻一翻 如果他认为妥当 就照着这个就抄出来 用红笔一抄 这就成了圣子了 就到下面去办了 诸批 那么这是内阁大学士 他主要的工作 当然内阁大学士 由于是皇帝身边很亲近的人 地位也很清闲清药 皇帝有时候会给他赐一些物件 什么正章 印信等等 那么甚至皇帝也可以给他一些秘咒之权 所以秘咒之权 就是你可以写的这个公文 不要那么正式 有事说是 写的文体随便一点 不要有那么多穿靴戴帽 那么整齐 有一种密咒 重大事情有一种 所以是密咒之权了 那么内阁 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种这样的皇帝身边的这种秘书的姓氏 那么到了后来 逐渐的我们可以想见 因为这些人在皇帝身边 由于他们可以说是切弄威禀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慢慢的内阁 他实际上又控制了这个什么 皇帝收发命令的咽喉之地 所以逐渐的权力 由于他的地位的特殊 这一点上在某种意义上跟我们前面讲的太监宦官有相似的 因为他代表皇帝在皇帝身边 那么他会影响到决策 影响决策 他的地位那么会慢慢高 另外 由于他在皇帝处理的事情中间 可能就要参与和皇帝讨论 皇帝会召见他 你这个东西为什么提这个意见呢 我不理解 我们来讨论讨论 所以他实际上又参与了这个预前最核心的决策 我要皇帝 我要向你说明我的理由 我认为应该这样办的理由是什么 要跟皇帝探讨 所以他就参与了这种皇帝 一些这个预前跟皇帝在身边的一些这种决策 这样的话 他慢慢的就逐渐的又成了一种皇帝身边的替代宰相的一种 非正式的宰相机构 随着他的职权的扩大 在内阁大学是慢慢的在什么 在官品上也不断的 因为他全大了 不断的提升 随着全力的扩大 由于这些人 他内阁大学是从出生上 后来在选拔上 逐渐的都是从 不光从进士从状态 要从汉林 进入汉林院里之后 经过一段学习锻炼之后 才出来 所以他成了这个文人科举功名最高级的人 才能出任的 所以他的出身就很高 所以在加上皇帝身边 最后慢慢的 他又形成了事实上的宰相 他的官品 从原来的四五品 五品 最后独立到郑一品 然后在排队的过程中间 慢慢的又是排到了第一 排到第一 原来可能 比如说你是内阁大学士 但是我要领工资 给你挂一个某个部的侍郎 某个部的什么官 现在内阁大学士 逐渐的成一个独立的机构 独立的官职 所以他的地位 他的权力 逐渐在人民心中 就是把他当成了宰相 内阁大学士里边 慢慢的 由于内阁大学 它的原额不定 有时候五六个人 七八个人 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人怎么样 我们议论事情 有一个人搞个主席 召集人 就出现了首席大学士 这个首席大学是后来一叫首辅 所以张居正就是内阁首辅 开始的时候 我们总得有个人 我们现在可能有些事情 我们处理这个事情 我们在一块商量了 我们总得有个人出面 做我们代表 做我们代表跟皇帝接下 然后我们商量是总得有个人主持 找那个威望 资历最高的人 来当大学士 那么再加上我们知道明代中期 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专制制度下面一些不可科普的问题 明代中期 有的皇帝本身是幼年继位 有的皇帝本身 代于正式 荒诞 正式荒代 不愿意做事 所以要么就是委任宦官 要么就是给这些身边的大臣 那么像明代中期英宗以后的所谓的三阳 什么阳父啊 阳荣啊 阳什么 都是几朝元老 都是皇帝的老师 他们代内阁大学士和一般的武品 本身就是什么太子太父啊 本身他们的官品就高 所以他们一当以后就把整个的内阁提上去了 几朝元老 连这个皇 因为呢 这个明朝还有一个就是他 对宦官他没管住 但有一点 明朝对这个后非啊 管得非常好 我们在历史上没看到有一个后非专权的 当然偶尔有一点迹象 就是神宗皇帝 万历皇帝所喜欢那个郑贵妃 但是呢 因为就对他好一点 结果惹得天下闹嚷嚷的 整天为这个事情闹的 可以说是这个 这个掀起滔天巨浪啊 为了 好像有很多大臣 一生就是为了郑贵妃而活着 怎么样防范他 所以这个一看皇帝今天又和郑贵妃在一起 然后就开始闹啊哭啊 这个 然后皇帝有时候就没办法 所以那个我们知道郑贵妃呢 这个他 他生的儿子 长期以来 嗯 不到他河南的封地 后来也是在大臣闹 他一定要去 最后没有办法 还是去了啊 那么这个其他情况下面 后非啊 嗯 都是很自觉的不能干政的 这样的结果不能干政 那就是说 要么就是宦官 要么就是这些大臣 所以我们看到 明朝的这个到三阳 到张居正 到严松 是吧 这些东西都是还是很厉害的 啊 这个首府啊 这个大学士的 都是很厉害 是吧 那么这个 所以呢 这个 明代的内阁 在某种意义上 尤其在他鼎盛时期 他没有人承认 没有正式的规定 他始终是不合法的 因为祖宗家法已经立下了 啊 后世子孙 有人敢于说 恢复宰相制度 那处于极刑 所以没人敢说 也没人敢说 他叫宰相制度 但是呢 我们在宋代的官司的文件里面 可以看到叫宰府 宰相还不是宰府 啊 是不是啊 不敢叫宰相 叫宰府 啊 那么这个 他的待遇呢 他的这个权力 实际上是相当的 啊 但是他始终没有法定的 没有正式承认的职权 啊 那么到了后继以后 呃 明代的内阁 又受制于宦官 皇帝出了问题了 所以内阁呢 呃 又受制于宦官 这个叫做太上内阁 有人说 啊 所以他的权力呢 是不稳定的 非正式的 这样的特点 啊 那么清朝的时候 呃 大概有一个这样的变化 就清朝的时候 从一开始就继承了 明代的这个内阁制度 啊 所以呢 清代的内阁 它相对于明代 它是进一步的合法化和正式化 当然在这个学术界还是有争论 就是清代的内阁呢 也没谁专门成立发布个文件 啊 制定一个类似于现在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 没有这个东西 呃 大学它的身份是比过去要正式要合法 它一开始就是有正式的编制 正式的职权 呃 和这个待遇 所以呃 入阁就是拜相 啊 这个呢 在明朝只是习惯上认为 在清朝的话 呃 比较正式 啊 所以我们这个看到李鸿章 一旦担任内阁大学士 那么很多人这些亲朋故旧 这些朋友关系就开始祝贺了 那就祝贺你拜相 啊 所以呢 呃 进城 那么你曾国藩进 进北京 啊 从地方官员进北京 也是 呃 一旦挂这个内阁大学士头衔 就是拜相了 就这是宰相的待遇了 啊 宰相 那么这是他呢 这个呃 我们说他发育啊 内阁在明朝逐渐的发育 到清朝发育成了正式的宰相机构 啊 有固定的名额 有固定的办公的机构 啊 但是 内阁的呃 他本身 这个机构的职权在清朝 在他的前期 是受到了满清原来的那些贵族义镇王 他们的权利的限制 在清朝这个满清入关之前就形成了一个制度 就是这些各个王 王爷 各种王 他们会形成一个义镇王大臣会议 那么这个大臣会议 这个贵族最高级位的贵族角色会议 那么皇帝有时候拿他没办法 啊 所以后来一定要等到康熙时期 雍正时期把这些义镇王大臣 比如以敖拜为代表的树顺这些人都杀掉啊 那么这些满足旧的这种贵族制度的残余 才逐渐的扫荡啊 所以在前期的时候不要说内阁权力不大 皇帝的权力都受制 那么到了后期以后啊 那么到了雍正时期又出现了一种重大的变故 那就是军机处他的形成 在清朝雍正期间 为了对付这个新疆地区的啊 那么少数民族的反叛啊 那么这个雍正呢 在他的皇宫啊 啊 这个身边 在这个离内庭 离他的秦宫最近的地方 这个龙中门呃附近 那么我们今天看故宫里面 呃 设立了一个实际上啊 类似于一个战时指挥部 一个大本营啊 那么这个一个一个临时的一个前线指挥部 呃 直接的指挥前线的呃 这个军事的这样的话 呃 这个名称叫做办理军机处 或者军需房啊 啊 因为这临时指挥军啊 呃 军事的 把他的亲信 把他有关有关的这个军事人员 重要的大臣吸收到这里 来随时和这个前线保持密切的联系啊 通过这个快马快递是吧 这个这个和前线保持作战 指挥作战 啊 那么这个军需房或者军机处 那么在仗打完之后呢 就没有撤 是吧 而且呢 我们前面呃 正如在讲内朝的时候 这个对于人主 对于君主这个控制大臣 非常方便 是吧 所以就没有撤 没有撤的话 这个机构逐渐的就成了凌驾于内阁之上的 因为他在皇帝身边 他是一个更高级别的 更具有权威的角色机构啊 那么凡是重大的事情 后来他的权力 不光是军事了 凡是国家重大事件 都是由军机处 来议论啊 他会吸收 有关部门的重要人员啊 凡是重要人员都参与 参与啊 所以呢 这个机构他要求呢 啊 他呢 非常的灵活啊 他的权力最大 但是呢 他很隐蔽啊 形势很松散 进入军机处的官员 他呢 身份是多样的 有小官也有高官 是吧 宰相内阁大学士 要进来啊 所以逐渐他成了一个最高的决策机构啊 那么到后来慢慢的发展成为 凌驾于内阁之上 一个内阁大学士 如果不能领军机大臣这个职务 那你就没有权了 你就是领工资去吧 是吧 给你搞个虚头霸脑的 类似于我们今天过去啊 现在慢慢好了 给你搞个政协主席啊 全国人大委员长啊 主任啊 那你就玩去吧 是吧 这个 但是要带这个 一定要带这个什么 军机大臣 这个军机大臣 这个他是 因为他是纯粹的决策 所以他的机构非常短小 他是有官无力啊 军机处里面没有下设机构 就是我们开会议论啊 所以这个七间房子 现在七间平房还在那里 这个房子 军机处来了以后 就只有打扫卫生的牙役 而打扫卫生的牙役 都是从内务府派过来的少年啊 到了一定年龄 年龄稍大就换 都是十六七岁的太监啊 那么所以呢 有官无力 这个是高度的机密啊 保密啊 那么这个一般闲杂人员 无关人员不能随便到军机处去啊 他是这个最高的决策之地啊 另外就是他的决策的权威性 他凡是重大的事情 后来都是由他来决策啊 文件 所以这个清代的上誉啊 清代皇帝的决策 在游帝传递方式上就形成两种不同啊 一种叫做庭纪 由军机处发出的指示命令都叫庭纪 庭纪 所谓的庭纪就是直达当事人啊 那么中央发的命令到湖北省 如果发给湖广总督 到了湖北省 其他人不能拆啊 不能说一级一级转达 直达这个人啊 这叫 所以凡是重要的文件啊 那么一般的文件就是内阁起草 明发 可以可以公布的啊 这个很很虚的一些 礼节性的 是吧 替皇帝起草啊 某某人为告命夫人啊 对不对 表彰个什么人 英雄先进劳模啊 这些东西呢 都是由内阁来处理了 是吧 呃 各部各衙门各司啊 都没有多大变化啊 这个 我刚才讲了这个决策 朝会啊 呃 跟前面差不多啊 呃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前期啊 朱元璋的时候历经读治 很辛苦 一天三天啊 一天三次朝啊 啊 这个 早朝 午朝 晚朝 啊 后来呢 慢慢的 我们看中国几个主要的王朝啊 他的开会 帝王这个角色 这朝会啊 基本上都是前景后宗 最后呢 呃 无影无踪 是吧 对不对啊 呃 前面都搞得很大 你看 一一天搞三次 最后我们看看 到了他的后代 到宋神宗以后 几十年不不上朝 是吧 几十年不举行会议都有的 是吧 基本上呢 当然这个 呃 像汉朝也是这样的 啊 开始五天一次 啊 那么五天一次 那么这个 唐朝呢 开始是每天都有 后来分单双日 再后来呢 有时候皇帝起不来 呃 传令 今天不朝了 就不朝了 回家吧啊 那么这个经常就这样了 是吧 所以呢 呃 朝会基本上就是说呢 前面都 呃 抓得很紧 后面呢 慢慢的 这个 一个是 呃 大臣有时候也不愿意 这个我刚才讲了 你看这个 明朝 清朝的大臣上朝 北京城晚上又冷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那么多人上朝 有时候呃 睡个懒觉 有时候身体不适 起的晚 匆匆忙忙 帽子 衣服搞得不整齐 是吧 有时候会会受到这个浴室鞭 呃 用鞭子吓唬 是吧 旁边的战队的意识 仪仗队 呃 有的人甚至年纪大了 还有时候开会 上朝的时候呢 超过时间 呃 早上起来没吃饭 饿得头昏 所以呢 经常 我们看历史上看到 有人在朝会中间 有人被踩死的情况发生 啊 昏花的老臣 有的饿死在里面的 是吧 有突发什么心脏病的 都有的 是吧 所以呢 这个大神们呢 也不是太愿意 皇帝当然更不愿意 每天早晨折腾 所以受不了 啊 所以慢慢的 他是越来越简便 越来越简便 越来越隐蔽 呃 这可能是一个操作上的问题 另外当然就是集权 也是集权的问题 啊 我们前面讲了 一般来说开会 开会多了 啊 肯定对于不利于皇帝的集权 越不开会 越利于少数人的个人集权 啊 这是也是古今中二一里的 是吧 我们看 我们要 呃 你看我们研究这个执政党 研究这个 中国共产党和这个什么 这个苏联的共产党 你研究他的党内的民主生活 我们只看开会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就可以做一个指标 做一个研究角度 是吧 在斯大林时期 在从列宁到斯大林时期 你看他的中央全会 他的政治局会议 总的来说是越开越少 啊 时间越拖越长 那像我们文化大革命也是的 这个会议是越 越开越少 是吧 正式的中央全会 正式的会议 这方面的作用 它的决策功能越来越小 啊 那么这个 毛泽东时期 一个时候党代会 也是隔好长时间不开 是吧 你看 八大到九大隔了多长时间 还有那个第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 隔多长时间 都是这样的 还有就是 这就是我们后来讲的 党内生活不正常了 他开的会当然 几个人一角色 啊 还有经常的一种形式 叫中央办公会 也叫中央会议 那么这个中央会议 冠上地名 什么南宁会议 成都会议 北戴河会议 那么这个会议 它不是 它既不是政治局会议 也不是中央委员会会议 它是一个什么 就是临时的 什么叫中央南宁会议 好 主席到了南方 到那住下了 找几个人 啊 那么把总理叫回来 把有关门门叫回来 再加上有 有关省市的领导叫回来 开一个会 形成个决议 有时候甚至开完会了 那边在北京的总书记 刘少奇 邓耀平 陈云还不知道 那怎么办 临时搞过来 盖个章子 中央开了决定 那么这个是毛泽东 在那个时期 他是非常喜欢运用的一种形式 所以呢 这就是像这种形式 他便于决策了 当然他的不利就在于 那么这个对于个人权利 没法制约了 这种形式 所以这是会议制度 这种形式 那种形式 是个人的形式 对于是 那么多的形式 为了